好景人員東翻西找 從行李箱中掏出一包又一包紙袋 紙袋裝的竟然是一碟碟 百花花的鈔票 都有 交給你的 富人從行李箱中 拿出好幾包藏在衣服的收納袋 而裡面裝的統統都是現金 22號晚間 淘機行警查獲一名龍姓婦女 將480萬台幣現金 放置在拖運行李當中 企圖闖關 婦女向警方公稱 自己也不清楚規定 這些錢是要帶去曼谷 購買房地產 超額夾帶事件層出不窮 今年12月2號才有一名台籍旅客 攜帶1660萬元現金 試圖闖關被行警攔下 19號也傳出一名香港籍女子 被查出行李箱夾帶4塊大金磚 準備出境 而這些黃澄澄的金磚 市價高達500萬元 一代超額就超過10萬塊了 事先要跟主管機關 銀行申報才能出境 由於超額夾帶 沒有任何刑責罰緩 也不會沒收 淘季這個月查獲多期 旅客攜帶現金闖關 經過統計 12月總共查獲 4409萬元現金 創下歷年新高 只是不管旅客出國 現金如何使用 還是要按照規定來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記者林中正 陳芷芳 桃園報導